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我家人就告诉我 要跟人类好好相处 我们从来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如果有人来到下界 想要成为我们的主人 我们也不会抗拒 我们从来都是一个很和善的种族 可是为什么 我来啦小羊羊 为什么我要承受我这个年龄 不该承受的重量 重啊小羊羊 以后我们就是一辈子的伙伴啦 我怎么感觉她好像不太愿意的样子呢 就别调玻璃劲了阿羊 不过嘛 要是你求我 我也可以考虑给你骑一骑 好啦阿羊 你帮我看着这家伙啊 我要瞎矿挖点石头给他做一个家 你去找个空旷点的地方 但是我跟你说 不准打我小羊羊的主意啊 好好好 小羊羊 两分钟没见到我了 你一定很想我吧 来来来来 这里就不错 你的新家就在这里啦 你挖坑干啥啊 你是不是傻 赤足兽在下界 肯定很喜欢岩浆啊 有道理 我怎么听到什么声音 小羊 你的赤足兽好像正在受到伤害 完了完了 小羊羊该不会不能碰水吧 快点阿羊 赶紧打点方块 把小羊羊挡住 不然 像欢hed 小羊羊羊 把小羊羊赤足兽 这 这还真是个悲伤的故事 我的小羊羊 我还没有带你经历风雨 她刚刚才经历过吧 还没有带你拔过千山万水 你都尽离我而去了 感谢老天送出的一百产大鱼 老板大气 小月啊 你的心情我不是不能懂 既然现在小样 啊不 你的坐骑已经嗝屁了 伤心也没用了 得赶紧打起精神来 你丢失过最喜欢的东西吗 你经历过自己的伙伴在自己面前倒下吗 每个人争过的东西都在一点一点相识 会不会有一天 说什么呢小月 小月 小月 给你介绍一下阿杨 这只是大洋 这只是二洋 快点打个招呼啊大洋二洋 开玩笑的吧你 还有 能不能取名字别带洋了 喂喂 你对得起你刚刚的那个坐骑吗 人家尸体都还没有量了 没办法 天公不作美 这种老天爷要收他 我也阻止不了啊 以前我没得选 现在 我只想给这两个可爱的赤足兽一个家 啊 去跟法官 等等 这只赤足兽怎么了 好啊 好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